我敢肯定 砸倒剪辑版正连里的那些小细节 你一定没有发现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盘一盘 细节一 通过神奇女侠的叙述 咱们得知了当达克赛德 首次来到地球后 他就遭到了反抗军的全力抵抗 战神阿瑞斯更是重伤了他 以至于令其昏迷 在这里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达叔右肩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但请注意 当达克赛德重新开启传送门 而镜头给到他特写时 咱们可以看出他又肩处的皮肉 早已愈合 但铠甲的裂痕还依然存在 从这个保留的小细节 也足以看出 达克赛德对地球那是绝对充满敌意的 不然也不会这么久 都不去更换破损的铠甲 这或许就是达叔提醒自己 在远古大战中败得有多惨 而刻意不更换的 细节二 刚古在准备复活大钞的同时 他通过某种手段 遇见了未来 当中神奇女侠葬礼的一幕 请注意飞船出口处缓缓打开 这个镜头足以说明 一切都是达克赛德所做的 有意思的是 此时他转身的动作 与结尾处的动作完全一致 也许是后期制作此片的工作人员偷了个懒 两个镜头用了同一个素材 无独油 在这个镜头里 大抄彻底黑化 即将与残存的正义联盟开始硬钢 而抬头的动作 则是完全使用了抄编大战里的一幕 细节三 闪电侠利用神速力 从毁灭后的世界穿越回来 给蝙蝠侠带了几句话 里面提到的路易斯才是关键所在 而路易斯正是大抄的爱人 可惜蝙蝠侠只用他来唤醒了 刚刚复活后超人的人性 却没能在后期保护好路易斯 最终导致超人彻底黑化 这样看来 世界毁灭真的有蝙蝠侠的一份责任 细节四 就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 路易斯向观众展现了 他抽屉里的燕云棒 并且蝙蝠侠在影片结尾处 还隐晦地恭喜了一下超人 本来以为是恭喜超人 又拿回了自己的房子 可怜戏起那个燕云棒来看的话 路易斯极有可能就是怀孕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超人会非常恨蝙蝠侠 没能保住路易斯的原因